今年迈入第八届的2023嘉明湖首座步道工作假期 在志工们的热情报名协助下 昨天顺利圆满落幕了 而今年志工们针对嘉明湖国家步道 3.5到5.6公里间的冲石沟 树根裸露以及高低严重落差等路段 究竟采用限定的天然材料进行改善 并在活动最后安排志工们 前往台东县长冰箱长光部落体验东海岸 阿美族部落生活以及海洋文化 借此舒缓志工们手座步道的辛劳 位在台东海端乡的嘉明湖 是不少山友挑战自我的地点之一 每年都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登山朝圣 对此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 每年都会针对嘉明湖登山步道 进行维护工程并号召志工一同协助 今年迈入第八届的2023嘉明湖手座步道工作假期 也在日前顺利圆满落幕 今年已经进入第八届的手座步道修护工作 那今年报名的人数有多达70位 那有18位是入选的 那因为我们嘉明湖手座步道是属于比较高山形 所以我们都找一些有3000公尺以上登山的这些朋友 来施行手座步道 那今年的手座步道有47公尺多 那修护的路段大概是在3.5K到5.6K 也就是过了向阳山屋 因为这一次的台风雨蛮大的 所以有很多的冲石沟需要去修复 那我们这次是座最长的横坡 横木户坡呢 有到12公尺 都已经圆满的结束 嘉明湖手座步道维护至2018年配合一人一公斤 为嘉明湖步道永续而悲的活动 目前已经累积超过6万人次参与背负的工作 台东分署也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与公司部门协力的模式办理工作假期 为嘉明湖国家步道留下更多的感动 持续提供山友们优质的步道环境 记得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